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麦门上海观天下频道 从今天开始啊,我将看一个新的系列 就叫做炒A股赚100万 开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什么呢 本系列将以本人股票账户进行A股石盘交易的方式 来达到赚取100万人民币的最终目标 请注意啊,我本人绝对不招收股票会员 我不靠炒股票或招收股票会员骗会员的钱过日子 就像我做油管频道一样,仅仅是一种兴趣爱好 我也不是股神,只是一个老股民 有20多年的炒股试人经验,理论水平很不高 历史战绩也很一般 股票炒作肯定会有盈有亏 也很有可能永远达不到赚到100万的目标 但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奋斗的过程啊 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本系列所有的石盘操作 对任何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和指导 股市有风险,若是需谨慎 如果有网友看了本系列的石盘视频 去炒作A股所造成的亏损 本频道该不负责,特此生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MAYOWMY上海观天象频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27号上午9点30分 看盘了啊 再看看,看不怎么样啊 走得好呢,还是那些锂电池板块啊 锂电池,电解液啊,原料之类的啊 同时看一下现在会不会表现一下 我是106块多少,105块9毛5,106是吧 昨天最高109,等着啊 什么时候开盘就跌了两个点 因为期货又跌了啊 期货又开始狂跌了 你说那个,你说期货能敞吗 这么危险啊,都是1比4,1比5的杠杆 跌20%就钱没了啊,是吧 因为1比4,1比5的杠杆嘛 所以非常危险 所以我不敢去碰,就是这个道理 我吃过亏啊 包括炒股票啊 如果有融资融券,千万别去弄啊 融资融券就是加杠杆 货率是扩大,那个亏损也是放大的 跟期货一样 所以你不想死的话啊 千万别去搞那个期货,没意思啊 1比1玩玩算了 亏了赚了,赚了亏也就那样是吧 上午也没什么看了 这两天因为很多股票被期货打下来啊 被那个大宗商品期货打下来 嗯,也没办法 女人之后 还麻麻糊糊也没走坏,是吧 她还算走得比较强势的 再说吧 上午就这样了,好啊 下午再说 好,现在作物了啊 作物收盘了,你看啊 她几点都拿起来了,那个头肥骨骨 上午你看,凑了一波 昨天套住的人或者怎么样都跑了 跑跑跑,对吧 昨天你看这里 为什么要拉到昨天这里 是吧 我们再说一下前天这里 110块吧,好吧 今天最高应该是到110吧 110,对吧 那么我们,呃,我没跑 我,我想看一下啊 呃,赚钱了,是吧 我,我是106块 那么赚了3块钱 呃,不算很多 说实话,对吧 现在是 两个多点,是吧 那么,对这种20厘米的东西来说 两个多点等于没赚钱啊 至少要十哪个点 八个点,十哪个点 那才算赚钱,是吧 那下午看,会不会来 呃,冲到这里啊 这里是,呃 这里的,呃,上影线是115块啊 是吧 我,我看一下啊 115块能不能到 呃,到不了在那 再跑也来得及,是吧 115块 那能,如果115块干过去了呢 那,122.76有可能到这里,对吧 有可能不拉板,或者十几个点 哎,让你,呃 舒舒服服的跑 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吧 激活活的跑,没必要 我觉得啊,就这样 下午再说啊,下午再说 那么,呃 现在手上三个票 一个票,呃,停牌了,是吧 呃,贤汇能源停牌了,是吧 出来估计 应该是一到两个20厘米 应该有的 说话题,我的仓位最重 啊,你看 打下来,拉上去 这两条都这样啊 你看分视图啊,呃,那三天墨迹 十字星,然后跌了三天,是吧 然后今天又这里墨迹 割肉的人,都割 割完,你看,红,红十字星来了,是吧 那么,贵不贵的来一波 因为,呃,冬奥会的那个奖牌 都已经出来了 挺好看的啊 我认为冬奥会肯定要炒一把 这个冬奥会概念板块里边 我最看好的就是说话题的啊 呃,业绩啊,各方面啊,对吧 财务数据都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稳妥一点啊 稳妥一点,呃,再说吧 下午再说,啊,好吧 那下午我得盯着同股份啊 呃,110没问题 你看,110这里,110块 这里有,呃,290,200,300万吧 300万的筹码,应该没问题啊 应该干,应该干掉了 110干过去就是115,115能不能干过去 我不知道啊,115过不去 我走着也来得及,我就300股 是吧,我就300股 你看,我就300股,一直没跑 是吧,为什么要跑呢 啊,说不定下午来个十几个点 我也挺好的,是吧 呃,拿个两天吧,我是这天买的 是吧,昨天没跑 拿了两天,如果有8到10个点 很满足了,好吧,我不知道 下午再说,现在两个点到手了 好,下午再说啊 好,下午开盘啊,看一下啊 通肺股份会怎么样 哦,批路三七棒了 嗯 那批路三七棒应该是会不错 否则不会拉起来,是吧 三七棒应该是会,应该是不错啊 赚了9400多万 将近一个亿了 2216点多 先进都是正的,可以啊 110这里会不会干掉啊 好,干掉了 你看,109啊 140的那半300万 109就往下干了,是吧 我先卖200股 110万卖了 还剩100股看看 买劲啊,说话题继续买啊 1毛1毛3都挂单 109了 这里110这里啊,如果再往下打 过不去我就跑了,没什么说了 如果冲过去了,我看115 分尸图啊,这里过不去就没戏啊 可能再过去 照理说呢,你看 昨天今天啊,对吧 拉起来拉起来到这里 消化一点套牢盘或什么样 应该再拉一把 再等等啊 再等等看 卖了 那个要拉到,好吧 没戏了 要拉应该一把拉起来 默默唧唧的就说明没戏 1毛5 我1毛1 你看,说话题1毛1毛3挂单 是吧 说话1毛5成交了100股 1毛3我挂200股 是吧 20块再挂300股 好啊 大盒精力不太好 跌30多个点啊 跌30多个点 就不能太冲动 慢慢的买,尾盘啊 如果不跌了,那慢慢一点 是吧 你看 长了一天,又跌两天 今天还要跳空低开了 我靠 哎呀 股主企划看看也不行啊 还有个跳空缺口是吧 但是我还是看好 强烈看好冬奥会啊 会炒一把了 我卖了它 算了,我卖都卖了 反正我赚钱了 赚了500多块,同肥股份 怎么说呢 比昨天套了多少个点好 现在我出来的钱啊 我就慢慢的买 收花股份啊 同肥肥肥跟双基电器 双基电器赚了100多 180块,我记得是吧 有点意思嘛 算了啊 冰雪产 冬奥会嘛 下一步估计没什么热点 就超端会了啊 我以我一个老股民的直觉 要抢仇了 抢500股再说 先买500股再说 因为它一把跌下来 我这里买的 我记得是这一天买的 还是这一天买的 是吧,跌了 我差不多六七个点 七个多点嘛 这里今天十字心 还六点钱啊 收盘再买 收盘如果还这样 我就全干进去 拉倒 好吧 那就这样啊 收盘后再说 我零九份又挂了 刚才一毛三成交了啊 零九份再挂 还能买300股 再等会儿啊 再等会儿 大盘跌了34个点 35个点了 反正今天的大盘不怎么好啊 刚才我看了一下 我那个跑掉了又拉起来了 没办法 但是一百四五块没上去啊 一百十二 走得磨磨叽叽的 我跟你讲 不是好事情啊 一百十 你看这里磨了好久 一百零九 一百十一百十二 这种票 不应该这样走的 你知道吧 他要一百四五 一把就拉到一百十五 就像这里再震荡一下 然后再往上一拉 一般是这样 如果要拉掌停的话 一般先拉到一百十五 磨叽一下 然后插两点钟 磨叽到两点钟 但是今天他这样子 怎么说呢 我 跑了 反正本来就不多 是吧 不做了拉倒吧 我现在中常委都在这里啊 都在 书法体育 你看 中常书法体育占比要 百分之五十六了 看到吧 我现在的钱 除了那个 鹏汇能源 那个停牌 是吧 其他钱 准备全部买书法体育啊 鹏汇是百分之三十四 这个 当时买少了 没办法呀 当时怎么办呢 不知道呀 是吧 你看 收盘先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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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插上百股 无所谓 就插上百股 哎呀 我刚才在忙 没注意 一下 五十七分了 哎 你说 算了啊 算了 这个啊 我没忍住 对吧 我这里再忍一会儿 到十五块 一一五对吧 一一 它是一一六点七四 今天最高是 一六点七四对吧 就一六点七四 啊 那个短线可以跑一把 是吧 你看 又慢慢慢慢回落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没忍住了 一百零八块就跑了 跑就跑了吧 反正就差 我算算 三百股要差 一两千块钱了 算了 那我想 买那个 啊 舒华体育 我主要当时说出来钱 我就想买它 你知道吧 他 当时我是 这个时段 对啊 这个时段 我觉得可以 然后 然后 啊 成交的话 当日委托成交 你看啊 二十块 二毛四 二十块零九分都在成交了 看到吧 一百零八卖了 那 二十块一毛五 二十块一毛三 我都 都都成交了啊 就最后 车帽车单来不及了 哎呀怎么办呢 算了 没关系啊 就是 东西五千多块啊 我无所谓了 好吧 今天就这样 因为今天大盘其实不太好 啊 大盘低了三十五点 又收回来 你看下午又收回来了 总的不是很好 也没什么大热点 我认为啊 那个 冬奥会会炒一把 啊 没什么东西炒了 你知道吧 那总不知道天天跌吧 是吧 那啊 看账户啊 143469 143469 剪掉 昨天的 昨天的那个 我截图啊 昨天的142112 142112 好 1357啊 今天账户盈利 一千三百五十七块 好吧 就这样 明天见啊